今天说一下猎狗课的四个姐妹话 他们分别是半猎狗、搞猎狗、宗猎狗以及土狼 老早就有人想看陶刚姐了 但是半猎狗都被记录片做烂了 如果不是为了讲其他姐妹实在是不想做 陶刚意见半猎狗在非洲分布广数量多 同时她也是陶刚四七世中体型最大的 雄性平均体重76公斤而雌性97公斤 之所以雌性更大是因为在猎狗社会中雌性占主导地位 此猎狗之间的撕逼也非常严重 又严格的等级划分并且也会发生部落战争 人们对于猎狗到底是猫还是狗一直争论不休 怕长得像狗所以被人称为狗 但它又属于猫型亚母和犬科关系很远 亲缘上它们和蒙克与灵猫关系最近 所以它既不是猫也不是狗 没法分辨是猫是狗 那我们只能叫它丑逼 人们对半猎狗印象最深的是它是一个逃更小能手 因为杠板柔软粉嫩防御薄弱 所以斑猎狗经常会划身天气不暴援 报告非洲动物的局部气候 不仅如此 非洲一戒面对非洲二戒时 也要及时行五体投地护去大理 它们已经形成了天然的防御仪式 必须坐下才能保护好自己仅致有弹性的局 不过出来混得迟早是要还的 等陶刚一戒面对陶刚二戒非洲野犬时 也只能乖乖行使护去大理 虽同样都是陶刚小能手 但它们也不想被别的小伙伴陶刚灌场 人们对丑大姐的第二因就是它的咬合力 江湖人送外号草原碎骨折 因为没肉吃的时候 它们也会肯肯骨头 极力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营养价值 人们说猎狗是师父动物 但其实它们经常能抓到或者抢到肥美的鲜肉 只是没肉吃的时候才会找块烂肉凑合凑合 人类把这种行为称作鸡不择食 并每其名曰闭上眼镜都一样 猎狗更像是一群炒到的蜜蜂蜂蜂 会到处捡食一些值钱的东西 不过拾荒者也是有等级划分的 打剑没吃完时其他流浪汉都只能等一等 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学习的 捡破烂的都内卷这么严重 迷起那么晚垃圾桶里的瓶子 早就被勤劳的大妈捡走了 不过捡破烂的大妈也会趁人不被偷点值钱的东西 碎骨这猎狗并不识管孩子家长 会抢夺一切能抢到的食物 狮子的它们都敢抢 更别提花抱一狗和猎豹了 不过它们也会遇到生命克星 那就是一嘴潮驴 一般情况下二者不会相遇 而人为干预情况下 大家最好不要对潮驴有什么坏心思 否则它将会接受这时间最惨痛的教育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瓷性斑肋狗的假羊具 它们经常会对同类炫耀这东西 而其实这东西是家长的因地 在哈萨K时瓷性会主动把它回缩回去 如此才能完成快乐的生命仪式 韬鋼者斑肋狗就讲这么多 下一个是韬鲲寺骑士的老四冠猎狗 它是四姐妹中最小的 一般都叫它土狼 土狼和狗猎狗很像身上都有条纹 不过也比较好区分 土狼的尾巴但有黑色而狗猎狗没有 虽然是韬鲲寺骑士 但是它们并不会韬鲲 它们对其他动物基本没什么威胁 甚至把沼泽屯属放在一起都会没事 土狼与其他猎狗近缘关系最远 一千万年前便已分化 这种猎狗是一个胆小脆弱的孤独密室者 体重还不到40斤 不过它们是财富大级严重标准的小奶狗 为了生活它们被迫掌握了财富密码 为了服务白蚁它们的牙齿已经高度退化 只能用袋子的白蚁快乐舌填 是草白蚁那肥瘦的身体 它们的舌头足够坚硬 可以忍受白蚁钳子的狂猛加工 如果白蚁女王心情好 一晚上小脱狗可以赚上20万把一道乐 土狼基本不吃腐肉 如果被发现在舔尸体 其实也只是在舔上面的昆虫 它们不太能吃肉 除非你把肉剁碎煮熟 小妹土狼一般是一夫一妻子 不过较为强势的雄性老王 有时会略掉隔壁张三病让几起当爹 对于这种情况法外 狂徒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这也应了那句俗语 要想生活过得去 土狼的分布地与二姐宗猎狗高度重叠 在时步上没有竞争二姐一般不会为难小妹 不过在班猎狗的分布地 小妹的分布情况并不高 可能是由于大姐对它们并不是很友好 陶刚四其实中的老二是体型第二大的棕猎狗 它们体重一般在八十斤左右 低毒上它们的分布地 受到了大姐班猎狗的高度限制 虽然部分区域也有重叠 不过形单影制的棕猎狗 面对大姐时只能战战兢兢 有时二姐也会组成四到六支的小团体 不过面对大姐动辄十几几十号兄弟 它们只能乖乖地做个好弟弟 棕猎狗也是一个拾荒者 会到处捡尸沸铜烂铁拿去换钱 有时它们也会做一名积极捕食者 去抓捕一些会所青年土屯 不过这并非它们的主业 而拾荒才是正道的光 生活在纳米布海滨地区的棕猎狗 也会抓捕一些海狗幼崽 但是海狗幼崽只是季节性美食 只占了它们食物总数的2.9% 所以它们只能依靠一些别的东西 腐肉骨头铁齿类以及昆虫 不过二姐有时候也能吃到一些美味真羞 一种叫做沙漠松露的真菌 一名字就很高级我都没吃过 另外就是它们和其他动物的关系 在力量上 猎狗较之于犬科小狗有着绝对优势 在非洲犬科的单体能力 愿意逊色于韬铿骑士 有时候宗猎狗也会捡食一些斑猎狗的尸体 或者其少数情况下 它们也会被大姐或者狮子杀死 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 狮群对它们也是会有杀心的 宗猎狗通常都是雌性掌权 一夫一妻子 有时候雌性也会和流浪汉老白脸来一发灵魂密谈 对于这种绿洋人的行为雄性是有一定容忍度的 而且还会帮助流浪汉保养后代 总之在两性关系中 弱势一方通常会有一个广阔的胸怀 在宗猎狗的狼性社团中家庭之间也会帮忙照看小孩 不过都会偏爱自己家的幼崽 并且它们并不会进行换机游戏 可能是由于雌性太强势所致 陶刚死期事中最后一个是老三条文猎狗 它们也被称为搞猎狗 搞猎狗分布很广遍布撒哈拉中东以及印度 虽然分布很广 但是它们已经是近微物种成熟个体不到一万头 因为丰饶的草原地区被强势的大姐占据 三妹只能被迫生活在贫瘠的干旱地区 而且它们是在莫辞兵期 欧雅猎狗灭绝后才对以辐射 相对于强势的大姐三妹明显处于弱势 它们也基本不会掏钢 只会捡一点肺铜烂铁饮料瓶 条文猎狗有一身长长的纵毛 遇到危险时会竖起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庞大 习性和生态上 它们和其他姐妹也没有多大区别 都是失荒者都是雌性主导 并且它们也比犬科小狗战斗力更强 食谱上狗猎狗和其他猎狗没有太大区别 心情好的时候它们也会迫害叔叔 远古时代狗猎狗会出现和亚洲灰浪 共享一个巢穴的情况 在我国明代山海白陵图中就曾出现过它们的身影 所以这证明了我国应该也曾经有过狗猎狗的 在极少数情况下狗猎狗会和狼群协同作战 所以也就有了所谓的狼狈为奸 由于奔跑怪异 外加上见到模糊的狼狼交配 所以人们以讹传讹说这东西会趴在狼身上 狗猎狗性格并不凶残极少 出现攻击人类事件 尽管它们有能力杀死人类 不过优点智商的动物都会远离神明 并且这种动物非常容易驯服 在早年驯服的调悟狗 其忠诚程度丝毫不属于家狗 在野外它们可能会杀死家犬 而人为干预的情况下 它们也会和狗子成为好朋友 在中东地区一些搞猎狗会和阿拉伯狼发生交集 阿拉伯狼是最小的狼亚种 由于天际炎热食物匮乏它们被迫变小 战斗力上猎狗明显强于群狼 一只搞猎狗就能和众多狼在正面一杠 所有的猎狗都喜欢夜行 所以它们也必须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熬夜玩机一时爽 一直熬夜一直爽 手吸确实是个好东西 好到白天放捆都不可惜 但是天长日久眼镜也会受不了 经常看手机就会出现掩盖眼肺眼疲劳 这时如果用手揉搓就会出现健康风险 眼镜潮湿的环境非常适合细菌宝宝的滋长 滋生细菌后眼睛就会出现大量血丝 并且还会伴有眼史增多眼眶疼痛和眼障 除了必要的杀菌措施外 按摩大宝剑同样也少不了 旺叔星库眼衣全面升级 可以全方位护理眼睛告别带君双手脏兮兮 旺叔星库眼衣拥有三大法宝 第一法宝可以温暖热腹能促进血液循环 第二法宝有三层性的按摩力道刚刚好 第三法宝还能调节自动计时15分钟 工作至于按摩一下 眼睛倍儿轻松 旺叔星库眼衣支持五种调节模式 各种生活工作场景使用都合适 可以折叠存放鞋带方便萌多想去哪里去哪里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性化设计 使用时高度静音不会打扰别人休息 内膜采用优质蛋白皮设计 使用之后容易清醒 现在评论区还设有粉丝专属百元优惠券 厂家承诺 七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一年免费更换 一台汇眼衣可以使用两三年 可以留着自己用 还可以作为赠送亲友的新春好礼 活动时间有限 心动不如立马行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